- 張華有間冰店產品都跟瘋有關 老闆梁錫聰是養瘋世家 從小跟著爸爸養瘋 一度卻因為無法習慣竹花而居的日子 讓他逃離養瘋業 改做披荐生業 只是轉了一大圈 他又回歸養瘋 為了推廣瘋產品 他花了八年時間研發 採收蜂王乳跟蜂蜜製成了冰棒還有優格 這獨創口味讓消費者再不絕客 冰棒優格還有冰淇淋 在營營夏日征服大家味蕾 研發過程 使用的蜂蜜可能就超過500台斤了 他就是做一吃可能就做一批起來可能就藏一口 然後覺得不如意氣然後就整批就丟掉了 位於彰化的這間冰店各式產品陳列架上 主供夏季消費市場 老闆梁錫聰五年前首創了 蜂王乳冰棒 去年在研發蜂王乳優格 一開始並不指望賺進大把鈔票 只是單純希望蜂農的心血能讓大家知道 我們新推出的這個吃蜂蜜長大的優格這件事 客人一吃下去的第一個眼神都是很驚訝的 怎麼會有這麼好吃的優格 不只精心設計優格外盒 就連小小一杯冰淇淋 蓋子上都有涼稀蔥的巧思 為的就是讓客人知道 一杯冰淇淋使多少隻蜜蜂努力而來 同樣一隻幼蟲 你給牠是蜂蜜跟花粉 它护化出來的就是我們看到的公蜂 那你給牠吃蜂王乳 同樣那隻幼蟲 牠护化出來就會變女王蜂 撩肉蜜蜂 良喜從眼中總是散發光芒 因為對蜜蜂特性遼若執掌 牠知道若要採集足夠蜂王乳 就得靠善意謊言 蜂王乳其實我們是騙來的 等於說我們把它這個一個蜂巢裡面 把它隔成兩邊 一邊是有女王蜂 然後一邊是沒有女王蜂的 那沒有女王蜂的這一邊 因為牠沒有媽媽 那我們在植入人工的王臺 然後王臺裡面 我們會移入幼蟲 然後蜜蜂就會很努力的去 分泌蜂王乳 要來把那隻幼蟲餵養長大 然後培育牠們新的媽媽 沒有媽媽只好培育一個媽媽 利用工蜂特性分泌蜂王乳 餵食幼蟲 儘管份量極少 但每三天就得採收一次 我們現在這個上面 都還有一個洞對不對 到了明天 牠這個洞就會補起來了 為什麼呢 因為牠杯子裡面的蜂王乳 已經夠牠吃了 就是說 夠這隻幼蟲吃到牠羽化 採收蜂王乳得要眼明手快 夾出幼蟲再挖出蜂王乳 梁錫聰已經62歲 這種眼力活只能交給年輕人 一整項三萬隻的蜜蜂 牠三天也才只能夠分泌 30公克 就一口吧 一口就可以吃掉了 就像是我們的家人 那其實我也可以說是被蜜蜂養大的孩子 夏天如果在食物比較缺乏 就像我們人身邊沒錢的時候 所以牠的情緒會比較焦躁 所以在食物缺乏的季節 接近蜂群的話 比較有被遮的危險 養蜂人的辛苦 梁錫聰最知道 身為養蜂世家的第二代 從小跟爸爸過著竹花而居的生活 漂泊的日子 讓牠始終難以習慣 最終成為逃兵 這個養蜂真的實在是太辛苦了 你想像一下 一年如果讓你搬六次家的話 那個日子怎麼過 就像遊牧民族的生活 而且那個搬不是只有人的家庭去搬 幾百箱的蜜蜂要跟著漏葉搬 離開後梁錫聰做起疲劍生意 但似乎他這輩子 注定要和蜜蜂綁一起 不離產業外移消費市場改變 十二年後疲劍收了 梁錫聰重操舊業 逃跑再回來心境大不同 既然要做就要做得更好 我們跟爸爸那個時代最大的不同點 是那個時候只是專注於在生產蜂產品 就是包括採蜜、採花粉、採集蜂王乳 那這個時候我們已經把這個三個基礎的產品 再把它做一個衍生的運用 譬如說我們會把它做成冰棒、冰淇淋、優格、巧克力之類的加工產品 這樣子的話讓我們的蜂產品更容易走入家庭 我們做冰棒第一步就是要加最重要的蜂王乳 蜂王乳、檸檬汁、白木耳、最後是牛奶 全部倒進果汁機攪拌均勻 就是這裡招牌冰棒的原料 我們現在要來出冰棒 四十五分鐘極速冷凍還不夠 因為製作過程不加一滴水 冰棒會比較軟 得進行二次冷凍 因為我們冰棒沒有加水 所以當第一開始拔出來的時候 它表面是會有點融化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必須要經過二次的激素冷凍 來確保說這一支冰棒的完整性 氣而不捨得去研發、不管去試作 不行了就倒掉、不行了就倒掉 所以呢一路來做了八年的研發基礎 蜂王乳冰棒打出名號 梁錫聰這才發現原來自己也能做食品 信心大增決定推出更多獨家產品 這個蜂王乳優格的靈感來源 是來自於說我那個可愛的小孫女 她很喜歡吃優格 她想說好吧那我這個做阿公的 就來討一下這個小孫女的歡心 然後就開始著手去做這個優格來給她吃 純千來製作不加糖、不加水 保留食材原味是梁錫聰的堅持 我們的優格是吃蜂蜜長大的 但是這個蜂蜜我們加進去的時候 那些甜度是被益生菌把它分解掉了 所以我們吃到優格的時候是不會甜 但是會有蜂蜜的香味在裡面 這個是我們最大的一個特色 因為蜂蜜如果直接倒進去的話 蜂蜜會容易沉在最底部 變成說沒有辦法去均止 所以我們一開始的話要先把牛奶 跟蜂蜜先攪拌均勻 在均止筒升溫到四十度 才能開始裝瓶 二十瓶家庭號鮮奶 大約能做成四十瓶優格 廚房員工忙碌著 梁錫聰則主要負責外場接待 閒暇之餘他的內心深處 還是保有一個期待 局面如果說穩定的 那孩子如果也有興趣的話 當然也是必須一定要傳承 因為年紀也大了 總是要有年輕人來接棒 然後再把這個理想能夠 才能夠延續的下去 目前三個孩子的想法 就是叫我不要做得這麼累 沒事幹嘛找事做成這麼累呢 但是我沒辦法已經 台語說的頭都洗下去了 這樣不可以做一半嗎 雖然三個孩子都在外打拼 梁錫聰也沒放棄自己的夢 大小事一間扛起 連店內裝潢都別具用心 我們都是屬牛的 那當初我跟我太太 就是透過這個電話彈心 然後把它取進家門來 每面牆的設計 都有屬於他們的故事 但明明主角是蜜蜂 怎麼牆上牛比蜂多 那個壁畫就是一頭牛拉兩個梨 要有這種任勞任怨的精神 領一份薪水做兩份工作 傻子精神 就是這股傻子精神 讓梁錫聰不只傳承父親的養蜂技術 還自行研發創新推廣獨家蜂產品 把逐漸視為的養蜂業換個方式發揚光大 我們下次見